在上海为您直播 卫生部近日公布2003到2007年 中国卫生发展情况简报指出 五年来 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状况进一步改善 居民期望寿命提高到了73岁 据介绍 2003年至2007年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我国居民的期望寿命 已经从2001年的71.4岁 提高到2005年的73岁 婴儿死亡率 由2003年的25.5% 下降到2007年的15.3% 同时 由于2007年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大 病人医药费用也在上涨 医药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128.7元 比上年增加2.8元 上涨2.2% 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近4875元 比上年增加355.9元 涨幅达7.9% 五年来 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扩大 参保人数和基金支出逐年增加 2016年底参保人数达1.6亿人 全年基金支出1277亿元 2007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在79个城市启动实施 预计全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将达3000万人